连日来各地党员群众认真学习时期到报告 立足岗位做贡献 这两天广西北海侨南区党支部驾船出海 在渔船上开展培训 帮助渔民发展养职业 其实大家说那个可持续发展 这个其实我们移民有确信体会 这几年国家实行那个修渔政策 我们移民一年普得一比一年多 以后我们更要保护这片海 实行科学普渔 在辽宁老工业基地 在青海柯柯西里自然保护区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在太原公热施工现场 在南京公交的十米车厢 在山东乳山的田间地头 各地干部群众用实际行动 落实实习大精神 在河北恒水 这段时间一万多名党员干部 深入农村帮助指导秋收秋重 是其他的省的招台 雇武干人急着我们 作为移民党员干部 有责任有义务 为农民高护区 减少我行动村 平凡岗位上的各界干部群众 在学习十七大报告的热潮中 坚守职责默默奉献 南京军区某部勤俭创业修理联 沈阳军区某部红九连和成都军区某部 白刃格斗英雄连的官兵们 一边执行训练任务 一边结合身边的变化 学习十七大报告 用上了新式装备 住上了新式营房 穿上了新式军装 特别是信息化建设 取得了很大进步 通过学习十七大精神 使我们用科学发展观 指导部队全面建设的思路 更加明确 感谢观看